大家好 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David老師 歡迎來到我們這個 啊 美式哈 這個 音標這個學習的這個課程 還有跟著我們這個 自然拼讀 做一個整合 那自然拼讀 美式的音標 特有音標 怎麼樣去做一個結合 那今天早上啊 剛好很不巧 老師這個 在這個地方附近 在做道路清潔 所以他會有些雜音比較吵 沒有辦法 接到再做這個 下次老師也記得啊 每隔一陣子啊 我們這個 街道就會做一些 整理啊 雖然我裝了隔音窗啊 都還是會有一些聲音 好 那在這個 來 我們今天要來先來講一下 啊 我們在學這個自然拼讀的時候啊 通常啊 一般啊 我們在講啊 這個短 短緣音啊 長緣音啊 這個是其實是蠻簡單的啊 就是說我們在 AERLU AERLU 那這些音其實並不是 主要啊 我們在學發音的人啊 發音的同學們 他們會遇到的問題 我當然想 AERLU 這比較有可能啊 在初學者或者一些 我們在講說在學一些進階的人啊 他可能會遇到一些小問題 但是 這不是啊 一般來說這個絕對不會是 比較困難的地方 那我現在把我們的講義啊 拿出來啊 我把我今天 啊 行住好的講義啊 拿出來 啊 讓大家 啊 看一下啊 我在這邊 我先把我的 另外一個講義拿出來 啊 那當然昨天因為啊 老師跟一些書商啊 在去談老師的新的書 該 有哪一家做 那大致上的話 有一家大概 會跟老師做 那老師當然 是希望 啊 我的作品可以 也可以進這個 內陸的市場 所以我們還是 老師還是有老師的考量啊 好 那我們今天來先講 第一個 我們講第一個 我們講美式雙原因啊 美式雙原因 那老師在這個地方啊 啊 要先 講一下美式雙原因這個地方 好 那一開始 好 那我鄰居這邊啊 有些吵 那大家原諒一下 好 那我可能就會把今天的課程啊 這前半段的課程 我可以延長一點 那這樣子讓大家不會因為說 一開始啊 有點吵雜 好 因為這個街道的清理 不是我們決定他的時間啊 那他就 剛好來了 所以有點吵 好 那我們來看 第一個我們要教的 美式雙原因所套用的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 我剛剛在講啊 一般人在學這個發音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 問題絕對不會出現在短 原因 以及長原因 這兩個地方 因為 短原因啊 通常 老師在教你的時候 叫 A121 他其實他的規律 他的規律是蠻規則的 我們講他的規律非常規則化 那 反而長原因我們講也不難啊 也不難 那難在哪裡 我相信啊 很多在學發音的人啊 他如果發現了 會有一個變化音的時候 就是說 當這個母音啊 我們講這個原音啊 他會產生一個變化 他既不念Aeru 也不念Aeru的時候 他的問題就來了 那我們講的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是我們講的自然發音 自然拼讀中 我們講的自然拼讀中 最常見到的小問題 這個就叫做 r-contrast syllable r所控制的音節 我們來看 用r r所引導出來的 每四雙元音 注意老師這邊強調一下 就是說 每四雙元音 每四雙元音 學音式的人啊 他沒有這個概念 他不太了解什麼 就是說每四雙元音 學音式的人沒有這個概念 那我們來看 第一個 雙元音圖表 老師看一下這個 好來 再到這邊來 如果拿到講義的人 把這個地方 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先來看 r-contrast syllables r-contrast syllables 什麼叫做r-contrast syllables 我們知道這個r這個字 我們來講字母r 字母r 字母r它是一個很特別的音 我們為什麼講它是一個很特別的音 我 還要再講一遍很特別的音 在音式與美式的學習中 這個r 它是其實是一個很有變化的 因為我們先來講這個r這個字母 它在輔音的時候 它在輔音的時候 我還講沒有輔音的時候 它是approximal 記得我們講過它是一個淨音 它是一個淨音 淨式原音 那淨式原音 有四個 r-w r-w 還有什麼y r-w-y 還有一個什麼l 這四個approximal 那四個approximal之中 我們又講r 它在美式發音中 它扮演一個非常 特別的角色 非常特別的角色 記不記得我講過一句話 這音式發音它是沒有耳音的 它沒有耳音 所以有的人他想把音式念好的話 我通常給他一個建議 去耳音 去耳音就是你盡量的不要講到 這個耳音 就是比較r r r 像我們講 美國人 b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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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batter batter batter 它就 r下去就好 不要把最後那個尾音給甩出來 所以我常跟人家講 如果 如果你要 講話耳音很重的人 講話耳音很重的人 當然我們知道 那中國人在講中文的時候 晶片子 北京腔 那耳音就本來就重了 那我如果跟你講 有的人說 好像有些 地區要人講的話 像廣東人呢 他們講話就 耳音非常少 耳音非常少 那這就是我再給你一個學習的概念 你 講話很帶耳音的人 如果我叫你去講廣東話 你也講不標準 你也講不標準 廣東話講很好的人 去講北京腔 那絕對也是不行的 那需要訓練 那需要訓練 我這樣講 美式跟英式 就好比 我們晶片子 北京腔對上廣東腔 就是這麼意思 一個叫耳音跟去耳音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講到這個耳音 我們講這個耳音 那 我們看到這個字母 字母這個approximate 這個靜音 就是我們講的 耳音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耳音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好 當然我們知道 每四的發音 它是有耳音 音字是沒有 所以在每四發音之中 有一個 第一個要學的 這個規則 叫做 are control syllables are control syllables are control syllables 好的 are control syllables 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公司 很特別的一個規則 要先注意這個規則很重要 好那什麼叫are control syllables are control syllables 來我今天要講 拿到講義啊 用電腦端 下載我們教材的同學們 電腦端下載 我們免費教材的 記得 來我們先看 當你發現你有個原因 當你發現你有個原因 而原因的後方尾隨了這個 are are 所以我們有 ar er ir or ur ar er ir or ur 這五個組合 這五個組合 好那我先來 大致上的講一下 我們先大致上講一下 喜歡買字典 喜歡買字典 去做研究 我先來講第一個 我先來講第一個 記得老實講 這個同學們如果常常 有買過的話 這叫Longman American Dictionary Dictionary of English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Longman 這個是以美式發音為主流 美式發音為主流 那如果你喜歡買的是英式字典的話 你喜歡買英式字典 那你通常就會買 這個了 Oxford Oxford做的字典 那就是英式為主流 那我先講 一般來說我們在操作字典的時候 你打開字典的內頁 你打開字典的內頁 這非常簡單啊 如果 有買字典的人都了解 我建議如果 通常 當同學們啊 在學這個英文的時候 我都建議他 還是要買本字典 有的人太依賴這個線上字典了 我們在講說這個線上字典跟紙本字典是不一樣的 紙本字典的話 他通常都還是會 把能用的 該用的 放在字典裡 因為一本字典裡 他的字數啊 還有這些編排 他都要花點心力啊 他才會去排出來 所以當你買了Longman的字典 你打開他的內頁 你打開他的內頁 然後你看他音標的那一欄 音標的那一欄就有解釋出來 到底 哪些輔音有使用到 哪些原因有使用到 同樣的你買Longman的也是一樣 你打開他的內頁 那一欄就會告訴你 哪些是該有的因 哪些是沒有的因 好那我們現在來先講一個重點 我先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們如果拿原因 加上R 原因加上R 第一個我們用這個 這個規則 在美國這個美式 自然拼讀的規則中 就明確的講出來有一個公式叫做 R 控制的音節 R是控制的音節 這個第一個公式 這個第一個公式要先注意 也就是當我A加R 它如果轉成 音標的話 轉成音標的話 如果是雙元音 雙元音 我現在先講雙元音 在國際音標中講的這個雙元音 A加R A加R 我們就念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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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R 我們就念 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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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寫的是 比較舊一點的字典 包含KK字典 KK音標 或者我們講說 15年前以上的字典 15年前以上的字典 他在雙元音這個地方 ER我們念 Aer 他是用反三寫的 新版本的字典 他是這樣寫的 那我為什麼在這邊寫反三 是讓一些 曾經學過音標的同學 曾經學過音標的同學 他切錄的時候 比較容易點 那沒學過音標的同學 你至少也知道他原來長什麼樣子 他原來長什麼樣子 不然 我直接寫這個下面這個新版的 我直接寫下面這個新版的 有些同學他不瞭解 這個音標他變化的歷史 他不知道他怎麼變過來的 他就覺得好奇怪 ER為什麼我直接就寫ER 其實他不是原本不是寫ER 他原本是寫一個反的那個3再加R 符號上會看起來比較不像 那個拼音的方式 那我們先來看 AR我們是R ER我們是A IR IR我們就是寫Ear OR我們就寫Or UR我們就寫Ur 這個是一般的我們在教 美式雙原因 美式雙原因 那同學們可能在學音式的人就說 這個好像看起來有點不太對 我學的不一樣 跟你學的不一樣很正常 因為這是美式雙原因 如果我們在講音式AR 應該是怎麼唸 ER呢 ER其實還是有這個符號 還是有 ER IR呢 Ear 或者我們唸Ear 那這個ER我們可能唸什麼 有的音標這樣寫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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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呢 ER 我們是唸什麼 OR OR UR我們唸什麼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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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一遍 老師為什麼會寫 不同的版本進來 我為什麼會寫不同的版本進來 因為我不確定你買的是哪一本字典 我也不確定 你買的那個字典跟你學習的時間有多長 你是最近學的 還是10年前學的 還是20年前學的 所以我把他的可能性全部寫在裡面 全部寫在裡面 因為老師非常喜歡買書 老師要先講一下 我是比較喜歡買別人的書 多多研究 有的人是一本 買了一本就再也不買了 所以他看到新的字典 他可能會瘋掉 他瘋掉了 他說哇 怎麼跟我以前看的 跟我以前在學習的時候看的 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我還是會把 多個不同版本的寫進來 讓大家同學們做一個了解 所以 有沒有注意到美式跟英式的一個 差異性在哪裡啊 差異性在哪裡 去耳音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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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式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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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注意到第一個重點啊 所以我們在講自然拼圖中的第一個 我要帶給別人的 啊 帶給你們同學們的一個學習的 邏輯啊 叫R control syllable R所控制的音節 這個 規則 存不存在 英式的邏輯 我的答案是它不存在啊 它 英式的不好操作這一塊啊 因為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講的AEIOU 如果在美式的邏輯啊 如果我要把它寫出這個音標 我直接就是A我就寫R 再寫個R R E我就寫個E 再寫R A 我就寫A 好 I我就寫它的 小 I的那個大寫 短譯音 我稱那個短譯音 然後再寫R 就寫什麼 E O 我就寫O那個 不要把它連起來 不要把它完全閉合 O O 再寫R 我就寫Or U 我就寫 我就寫大寫的那個U 我再寫 配上那個R 我就唸什麼 Ur Ur 所以其實 我們講美式 雙元音啊 對 學音標的人他記起來不是那麼困難 他記起來不是那麼困難 他就記得 哦這個是一個小寫A啊 再配上個R 我就唸R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E我照抄啊 我照著寫 再寫個R 我就唸 AIR 這個我就寫 第三個 Ill 我就直接寫這個 大寫字母的I 再寫R 就唸 Ill O 很簡單嘛 不要把它連起來 不要把它整個閉合起來 唸O 然後我再加R 我就唸 Or 那 U 我就寫大寫U 再配上R 我就可以把這五個美式雙元音 把它背起來 把它記起來 並不困難 但音式的人 不是這樣操作 因為音式是去而因哦 所以我們記得啊 音式的人哦 他們有這個美式的 主要的五個R Control syllable 是帶出來的 雙元音哦 它A R 它就寫 它就是A後面寫個冒號 寫個兩個點 就是把 R O O 的這音延長 O 它不要把 最後那個 耳音抖出來 不要把耳音抖出來 O 那 Air呢 Air的話 有的字典啊 早期會這樣標 現在是這樣標 因為它把耳音去掉嘛 所以它不要把那個R 不要把那個R寫出來 同樣 你不要把這個R寫出來 它就念什麼 Air 不要把那個R寫出來 它就念什麼 Air 所以這個同學們 這樣大概操作一下 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那O O O 這個音哦 不要把R寫出來 我們寫個冒號 寫個兩個點 就是Long Vow with two dots 有兩個點的長母音 長圓圓圓圓圓 或短母音 短圓圓圓啊 他這樣 有兩個點的長圓圓圓 它這樣就 很簡單啦 就有了 最後這個音 也是一樣 不把那個R寫出來 有的字典會這樣標 那有的为了完全更正的话 不要让你看到那个耳音的R 它就会写呃 它就会写一个中央原因在这里 同学们这样子有办法了解吗 那老师实际上再操作一遍 我们讲的R-Control Syllable R-Control 我们来讲的这个R-Control Syllable 应该是Double L 我记得是Double L R-Control Syllable 我们讲的R-Control Syllable R所控制的音节 R所控制的音节 我们就用A-E-R-L-U 如果我们把这个R写在它的后方 我们把R写在R 它的后方 A-R-E-R-I-R-O-R-U-R 如果套用R-Control Syllable 如果套用R-Control Syllable 那它通常的变化 我们讲通常的双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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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 R-E-R-U-R-E-R-U-R-E-R-E-R-U-R 今天在交到美式雙圓形 美式雙圓形 A-E-I-O-U加上R-E-R-I-R-U-R 通常的變化就是R-E-R-E-R-U-R 我知道學音式的人他不是這樣念 去耳音 去耳音的話 音式就怎樣 A-E-R-E-O-R-U-R-E-R-U-R 這個是音式 但是用我們在學這個r-contro-syllable R所控制的音节 我觉得你就不要去把音试带进来了 当然我还是会教你一点逻辑概念 因为不然有的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规则 好像跟我学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一样也会跟你讲 音试跟美试如何切换 如果你要学的是美试 你要学的是美试 该怎么样发音 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更正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为什么我们讲 这个一般人学习 通常的困难点在哪 通常的困难点在哪 现在来了 第二个公式叫R 混合而音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规则 用R所引导出来的美试 长元音 长元音 与双元音 同时也是混合而音 双元音发音图表 主别3 刚刚是组别2 组别1的长母音 长元音 长元音 组别1的长元音有呢 有哪几个 AEIOU 我们就念AEIOU 组别2 的 美试双元音 美试双元音 AEIOU加上R 我们就念R AEOU AEOU R AEOU 第一 看听起来不难 这个公式 这个规则 这个公式 这个规则 也是我们在讲自然拼读中 也是我们在讲自然拼读中 非常 非常让人家 很多老师教到这个地方就跳过去了 跳过去了 因为没有概念 或者他没有做深层学习 这个叫RARNIC RARNIC VALS Group 3 学音试的人有没有学过这个 答案是不需要 对他们来说这个公式好像 好像因为没有办法套用在音试 没有办法套用在音试 音试也没有在用这个RARNIC VALS 这种概念 但学美试的人 常常有人问我 常常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同学啊 老师或者我的一些教书的朋友 人家问我说 这个常母音 我们讲这个常原音啊 到底有几个 到底有几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蛮特别的 因为 不同的 我们在讲音试跟美试啊 在判定常原音的方法 是有点小小的不同 就像他们判定 判定这个双原音 也有不同的判断法 有的人说是这样 有的人说是那样 没有一个非常 当然啊 如果我们是以相信书商的 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相信书商 你选最大的书商 那就以他为准吧 以他为准吧 但是不同的书商 也有不同的逻辑 老师在整理别人的资料之中啊 我在整理就像老师昨天 老师昨天去 有个书商在跟老师在谈 帮老师出这个书 他看了我的书啊 看了我的书 他就说 贝贝老师啊 你写的这个东西实在太多了 你能不能把它简化一点 你能把它简化一点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要简化的话 那你就不要帮我出书 因为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只是要告诉别人 到底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或者不同的作者的一些见解 说哎呀 不行啊 你这样 你知道你的书啊 太长了 太长太多了 读者受不了 读者受不了 你就出一个简单的嘛 简单的 跟人家一样的 长得差不多的 最好不要是放太多 你学过的东西啊 就让一般大众人接受 我就跟他讲啊 如果你要用大众的眼光 大众的眼光去处理我的书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谈了 如果是这样就不用谈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探讨一下 这个发音是怎么来的 那你就去出 一般人的版本好了 因为你就不需要我了吧 他就笑一下 好好 那还是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说 作者对研究的成果 所以同样的啊 我在这个地方啊 要讲一个重点啊 我们一般在讲这个 一般人的认知啊 AIOU的长原因 AIOU的长原因就是AIOU 那AIOU加上R 在双原因的地方啊 在双原因的地方 我先讲双原因的地方 这个R 这个R 在Longman的里面是不承认它是双原因哦 他不承认它是双原因哦 如果因为你把书的内页打开来 他并没有把这个R归类在双原因 可是他却把 他却把ER归在双原因 EAR有 OR有 5个中 4个有 一个就是没有 那当然呢 我们不太了解这个作者 他的出发点 为什么5个中4个有 就该有的那个R 他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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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就是我们在想一个逻辑 这个作者的想法到底在哪里 想法在哪里 当然了 我只能 推测说 我只能推测说这个作者 如果他只是因为R这个字 因为我们在讲双原因的时候 我们在讲双原因哦 有些作者看到这个R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辅音符号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辅音符号 他认为这是一个辅音符号 所以他不会把任何一个有含有母音的符号 把它列入 列入一个双原因符号 可是这好玩的点就在 如果你不把这个有带有R做结尾 字母R 音标R 这个蓝列入 这个辅音符号把它列入成双原因符号 那你也不该把 Air Air Or Or这四个算了吧 有5个算 一个不算 那就是很奇怪 那就是很奇怪 所以老子在学音标的时候 老子在学音标的时候 在看一大堆文献 一大堆作者写的书的时候 我也常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啊 如果这样子的判定法啊 会让人家 搞不清楚 因为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文献啊 去特别指出来 为什么他不算其他要算 但是如果我们 单就操作英式逻辑来看的话 我们操作英式逻辑是 我们发现在去而阴的这个地方 有两个延长音 有两个延长音 有两个 分别是 Or 以及 Or Or 以及 Or 这两个我们是讲一个延长音 Or 这两个有延长音的长远音 好 所以我们刚才跳回来这个 Roddy Vals 我们再跳回来 同样的 同样的你要注意到 A跟O这两个 A跟O这两个字 A跟O这两个字 如果它加上R的时候 如果它加上R的时候 它的变化特别 它的变化特别 因为在英式的时候 它是没有 没有像美式啊 英式 英式的话它不会有 它在R的时候它能量 Or 它在Or的时候它能量 Or Or 它没有那个耳音的 我们讲说是结尾的那个音 结尾的那个耳音 耳音结尾啊 所以 因此 记得一件事 A跟O 是要 我们要小心的 非常小心的 如果你是学音词 你比较懂得老师在讲什么 你从小就学美式的人 我在这个字 反而 A R O R 反而很多同学们 哇 永远搞不清楚 为什么是这样 好 那记得A E I O U加上R 如果我们用Rolic 我们用耳音来去 来发音的话 其中 E R I R O R U R E R I R O R U R 它们的长 原因 就是念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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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把它写个3 不是反3 然后就像数字3一样 正3 再写个小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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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音试 这个 这个长元音符号怎么写 这个长元音符号怎么写 一样是写3 后面写什么 那两个点啊 两个点 写那个类似我们中文讲的冒号 Semi-column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A I O U加上R A I O U加上R 如果讲美式双元音 我们就叫R A E O R U R A E O U 我们如果再讲美式长元音 我们讲美式长元音 不是美式双元音 美式长元音的话 他就念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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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A I O U 不会产生这个符号 不会产生R 他不会 但是他还是可以产生什么符号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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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来 我们现在老师再讲一点音标的历史 我来讲一点音标的历史 我们在学这个发音 在讲这个 R R R 这个R R 的时候 这个 R 音的时候啊 我老师因为老师作品啊 老师这个研究的作品啊 大部分都是放在国外这个YouTube YouTube网站 后来 后来老师慢慢的也放了一些 在YouKu YouKu跟土豆这个地方 但是YouKu跟土豆是比较后来啊 而且加上 一开始放上传的时候老师比较 没有个方向啊 所以说 我的YouKu跟土豆 我会慢慢的再把它的内容加强一点 再加强一点 那 我们就以一个研究的啊 我们就以一个研究的一个 思考的方向啊 我们研究思考方向 因为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放在网路上 让大家 让很多这个全世界啊 喜欢研究音标的啊 他们都喜欢 到我的留言板上啊 常常给我老师一些建议指教 有的人 95%的啊 有去看我的YouKu YouTube平台的啊都知道 我的正面评价是95%以上啊 甚至有的时候到97% 但是总是会有那 1到3%的人啊 我们就1到3%的人他 他就喜欢啊跟我去来讲一讲啊 他的想法看法 可能就跟我就是不一样啊 跟我就是不一样啊 那我永远都是跟他 跟这些朋友们啊 我永远都跟这些朋友们讲啊 你跟我学英文 你跟我学英文 我不会不举证啊 我不会不举证啊 如果我不举证 那就变成这个英文是我发明的 这样不行啊 这样不行 所以我一定会举证 我一定会举证 好 这边是一个loneman的字典哦 好 这个字典哦 他第一版是1983 再版是1997 我买的时候是2003版本 最后 最后 最后他finish second impression 2003版本 我买了2003版本 那当然今年已经是2017了 2017了 好 在2003版本的时候 loneman这点里面啊 特别标示 特别标示 不管是长原因或是弱原因 不管你是长原因或弱原因 如果我们配合自然发音 自然拼读 我们能使用的音标 我们能使用的音标 不管是长原因或弱原因 AIOU加上R 它的变化音是一种 长原弱原 就是这个符号 就是这个符号 我现在写上来有点难写 就这个符号 这个音就念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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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这个版本啊 它甚至从1983到2003这个版本啊 它都是配合了自然拼读的一个学习概念啊 这些同学们 因为我再三讲到 美国长大的 学童们啊 他一辈子都看不懂音标 除非他大学 除非他大学的主修是英文系 他还有可能会学到音标 那大部分的美国学子们是没有学过音标的 所以对它来门说 AIOU加上R 在学校 Vonic中的教学 自然拼读中的教学 AIOU加上R 然后 又是long vowel 又是长原音的时候 它只会念R R 如果是结尾 它就念R R 它并看不懂音标 它也看不懂你 它也不了解你在讲的是这个R 还是你在讲的是这个R 有听懂我讲了吗 有听懂我讲了吗 我们不需要去抬杠 我们不需要去抬杠 以书本的为准 这不是我写的 是long man写的 大树上 大树上 不是小树上 所以我常遇到一些人啊 我不知道他学的是哪一个系统 他要跟你学音标 你跟他 讲一讲 他就马上 马上跳到自然拼读 你跟他讲自然拼读 他又马上跳到音标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逻辑概念啊 但是我们可以去 研究 别人 我们去研究为什么 不同作者的想法 但是我们不能老是针对某一个作者 一直去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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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这个音标啊 这个发音已经统一了 已经统一了 那我们就去 你就告诉我哪一本统一了 我就以那一本来做教学主軸 那如果音标 在音标的世界里啊 都每个作者都还互相不能 不能不能这个 完全统一的时候 或我们讲美式跟音式 这个发音如果能统一 我们怎么会有分美式跟音式呢 如果有统一的话就不会分美式 音式 澳洲式嘛 对不对 三种发音 我讲一个 我就讲一个简单的逻辑 美国人呢 A 我们这样念 A 英国人的A 也是这样念 A 澳洲人呢 澳洲人 哎 哎 哎 少数的澳洲人是这样念 难道我说澳洲人讲的是错的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讲啊 你要去吸收 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认识不同的作者 不同的排别啊 不同的排系啊 或者我们讲东方西方啊 美式英式 去学学啊 学学听听老师在跟你讲的一个概念 学一学了解啊 那 你去吸收一下啊 也许我在讲的某些地方啊 讲的不太对啊 也不是我讲的不太对啊 因为我看的书它就这样子啊 那我尽量以书的教学为主啊 那当然我今天先讲一个论点啊 因为每次有同学们啊 跟我在学到这个 R音要我们讲原音加R的这个变化啊 很多同学学跟我学完之后 他一定会跟我讲说哎呀老师不对啊 我的老师说什么 谁是又说了什么 哪个作者又说什么 我就跟他讲这一段啊 这个是Longman的字典 这个是 Oxford的字典啊 我一定会告诉你啊 他们在第几年第几册之中啊 他们的编排法是什么编排法 什么编排法 那如果你跟我学啊 那他我通常都会跟你讲啊 那你就照我讲的为 对的那个版本啊 那我要举证那你可以私下跟我讲啊 私下跟我讲没有关系老师喜欢研究啊 好那我现在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啊 很大的重点啊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Aurotic Aurotic 我们讲的耳音变化啊 Aiou加上R变成R音变化的时候 Aiou加上R做耳音变化的时候 除了A A R的时候 如果我跟你讲A R也念R 很多老师不同意 很多老师不同意 确实啊 长原因啊 A R念R的那个长原因啊 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去记 也不能说他完全错 也不能说他完全错 但是美国人的想法 A R确实也给你R 在很少很少的机遇力 很少很少的状况 我们会念长R 其实对 学Phonics 学Phonics中的同学们啊 我们学自然评约的同学们啊 他对这个R 长跟弱 他的判别啊 他的判断是很很软弱的 很软弱的 以我们在学自然拼读的一个主軸啊 其实 长二跟 轻二啊 长原因二跟轻原因二 其实同一个因 在因子学来说是同一个因 所以 不用去特别想 如果你学的是自然评读 但是国际音标的同学们啊 国际音标的同学们 他一定要能区别 长的就是写三 加上R 轻的他就写中央原音 再加上R 去也是念什么 呃 呃 呃 两个音都念 呃 呃 呃 只是有一个 稍微的 竟然看到他长三嘛 就是延长嘛 所以他就念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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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是还有一种哦 因是还有一种标示法哦 除了我们写3 冒号 还有一个可能性 再补个R 呃 呃 呃 当然我们要尊重作则哦 尊重作则哦 因为他就是不愿意让你感觉到哦 他的符号哦 跟另外一家版本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在讲这个都是 都念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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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看你的标示啊 看你想要学美式 还是你要学U式 我现在把它再 再拆过来一次 所以我们讲的 呃音啊 Aronic 好 Aronic 儿 儿 儿混合儿音啊 我们讲儿音啊 儿音啊 儿音啊 A E I E U A E I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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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A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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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A不算 A-I-L-U加上R 那它的Rolic 或者我们称它叫做简单一点 Rolic不好评就像R-Colored 什么叫R-Colored 我们怎么念Color Color Color 颜色Color 我为什么要叫R-Colored 因为Color 你问怎么念Color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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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直念Color Color Color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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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念耳音 你就在念耳音 為什麼Color是耳音 來Color Color 等一下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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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耳音 為什麼是耳音 記不記得老師教你話的符號 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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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不記得我教你話 這樣轉過來 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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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不記得 所以我一直跟同學們講一個概念 如果你想學發音 如果你想學發音 你又不願意去背老師跟你講的這些表格 老師花了十幾年去研究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一個訣竅 但是你又不想背 也不想記 也不想聽 你就只想把那 英文的那些 圓音輔音拆開來 一直苦苦的練習 苦苦的練習 合起來你不會 分開來你都會 那合起來的技巧 你也不想學 那我沒有辦法 那 就是一個問題點 所以我 一直講啊 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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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其實是一個痛苦的事情 當然 去背 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那還是回到那個點 去寫的人更痛苦 因為背 苦的人 他不知道要讀多少書 才會 濃縮成一個小小的結論 當然有很多探討的空間 我們有很多探討的空間 因為有很多 我的朋友們 不只是學生 我還有很多朋友 都是老師級的 教授級的 那我們探討 探討出來 總有個方向 我們AELU加上R 除了A不算 因為我不想把A也寫進去 我把A寫進去 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即使我知道 Longman的看法 Longman的 我們在學Funning中的 這個主流看法來說的話 他其實也可以寫進去 這個 這個場合 但是我們在講 學這個IPA 國際銀標 會非常反對 我們寫上 一個場合 非常反對 那既然反對 我以一個角度 你學了自然拼讀的人 你終究還是會回到國際銀標 你國際銀標玩的再厲害 你終究還是會回到 回到這個 自然拼讀的一個規則 守則 的框架 當然 為什麼會 兩個都要學 因為 兩個各有缺點 兩個各有缺點 所以你兩個都學都吸收 那才是對你的 發音的這個技巧面 一個成熟的方式 所以AEIOU加上R 我們就念R 如果是雙元音 我們講deep sound 我們叫R A E O U R A E O U 如果AEIOU加上R 如果念長元音 我們講長元音 而且A不算 就念 R A E O U R A 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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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選音使人比較痛苦 R A E O R A R A 他就不想把那個耳音 出來 所以他 R A N U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念出來又何方 念出來又何方 因為反正我們都中國人 中國人念出來又何方 難不成 難不成他硬要說我錯嗎 哈哈 我的見解是這樣子 但是對於那些要學什麼話劇 演戲 或者你 可能想做一個 教學帶 那你就盡量的 去揣摩這個 貴族的聲音 貴族的聲音 像我們美國其實 怎麼去看待這個英文 就 對我們來說 可能美國也沒有貴族吧 所以 我真的不太了解 什麼叫做貴族法音 我們只是覺得 他只是一個槍而已 當然美國也有一些槍很特別 像中部 我們 How are you do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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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覺得 哇 響音好重 吃不下來 所以要注意一件事情 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喜歡聽美國音樂的 同學們 美國這個黑眼喜歡唱Rap 饒舌樂 對不對 Rap 耳音 那個低層音非常多 如果喜歡聽那個 那個 Country Music Country Music 鄉村音樂 鄉村音樂 它那個響音可重 響音可重 我只是給你一個建議 喜歡 個人有個人的喜好 那如果你在講說我們的 Pub Music Pub Music 你會發現他們的音 就類似美國音 所以其實美國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地方 很大一個地方 東部中部西部 好多不同的槍 好多不同的槍存在 小老師是西部長大的 那我們那邊 其實跑到聽到中部的聲音 還真難念 還真難念 有時候他們在講 講了半天我們還要 來去揣摩一下 他到底在端子講 那個端子是哪個端子 那耳朵非常痛苦 Anyway 我們來講 剛講的這個AIOU加上R AIOU加上R 好那我先把這個 再來 重來一遍 重來一遍 我們來做一個 吸收 我們來快速的吸收 快速吸收一下 來 我今天給你一點 給你一點點 讓你 頭腦去想一下 頭腦去想一下 我們通常 我通常跟同學們 你要去了解 音標怎麼操作 先注意 AIOU AEIOU AEIOU 先注意 我都會跟同學們講 你要把這個表格背起來 長 A就念什麼 AEI就念什麼 EI就念什麼 IIOU就念 OU就念 U AE R E U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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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第一个是什么 O A A E E U U U 这个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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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原因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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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的老師他就加強這一段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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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一直這樣 轉圓圈轉圈轉圈 一直練習 好那還是回到那個點 我即使懂得操作這個表格 我即使 AEIOU AEIOU 我已經知道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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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即使都已經練習得很棒了 那我可能遇到的今天教的是什麼 今天教的就是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 我今天 今天的兩個公式 兩個規則 我們講的 R-Ctrl-Syllable 以及我們講的 R-Ranix 或者我們叫R-Colored 好明天我再給你做進階複習 進階複習 在我今天啊 還沒做進階複習是 結尾的地方 我們來 先來講一個IPA IPA跟自然拼讀 我們在 講這個規則 我們在講這個規則 一般人最容易混淆啊 最容易搞得很混亂混淆啊 的點在哪裡 我們講的AEIOU AEIOU 我們現在講的 我們講的AEIOU 在這個地方 AEIOU 以及 我們講的長母長緣的時候啊 A 這算長母長緣 E E在國際音標 這個音很特別 E在這個國際音標很特別啊 國際音標中啊 他不是雙元音 他是單元音 不是雙元音 他是單元音 但是又有根正板 又有根正板 也是在後面加兩個帽 要加兩個點的時候 看起來有兩個符號 看起來有兩個符號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在國際音標啊 怎麼看這上面這五個符號 這個就是什麼 雙元音 一個符號的我們叫什麼 單元音 兩個符號才叫做雙元音 雙元音 雙元音 所以 即使是Longman寫的書啊 即使Longman寫的書在長緣音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加那兩個點啊 他 其實是單元音 所以 我們在講啊 有些書他會不停的更正 更正 再更正 更正 更正 再更正 因為 我們在講這個發音的這個規則啊 也是不停的有新規則出來 新規則 新規則 因為在以學習者的角度來看啊 有些東西太不合邏輯了 有些東西太不合邏輯了 所以他會做一個學習的 慢慢的演變 慢慢的演變 所以記得一件事情啊 我們在講的 長緣音啊 長緣音 Long Longman 這個不是 國際音標 這個叫自然拼讀 那我們在講的 Manafsum Debsum Tripsum 我們講的單元音 雙元音 三元音 NAP是國際音標 那長緣音 長緣音 短緣音 這個叫做 長緣音 短緣音 這個叫做自然拼讀 那有些作者他就把兩個東西混在一起 所以很多同學們呢也搞不太清楚短緣音 跟單緣音 是什麼差別啊 短緣音跟單緣音的差別就是一個 一個短緣音是我們在phonic 在自然拼讀中用的一個縮詞 縮方中的一種縮方 而我們講的長緣音 是自然拼讀講的 長緣音 我們講的雙緣音 這是國際影標中講的雙緣音 重點來了 所以回到這個地方 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 我們講這個 有沒有注意到老師的 老師的筆記 給你的這個上面寫 A-E-I-O-U加上R A-R-E-R-I-R-O-R-U-R 如果發音為 R R R 它是長緣音 但 也有人稱它叫做雙緣音 但是 你要去記的時候要記它是長緣音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雙緣音呢 它也是 我想跟你講它也是 它也是 為什麼我要這樣寫 因為 每個書的作者的觀點啊 它認為有兩個符號就叫雙緣音了嘛 但是 最好玩的就是自然拼圖中也有自然拼圖的雙緣音 所以自然拼圖它其實蠻好玩的東西 它有 Long 它也有Depsa Long Depsa 自然拼圖中講的Depsa 其實在IPA它也叫Depsa 自然拼圖中講的Long 然後講的長 在國際銀標中它可不見得一定是雙緣音 除非是我們有在符號上有更新 我們有更新 那那個才叫雙緣音 所以我們要講美式的音史還是有一點點 我們講說每個作者啊 我們在去讀作者他的一些 作品啊 常常有的時候 這邊也讀那邊讀啊 讀得很混亂啊 所以還是要有人幫你整理一下 老師也很 老師也很期待啊 我在這個 我老師在這個選英語的這個 過程中啊 老師也常常 常常很想 希望啊 就乾脆 有個國家啊 比如說我們講英格蘭 或者什麼America 書商就是America 英格蘭 就國家啊乾脆出一個版本 大家就 不要混亂啊 就以國家版本為準 不要以書商的版本 因為書商說實在啊 喜歡讀書的同學們啊 如果你書買的夠多了你就知道每個作者寫的不同啦 每個作者寫的都不同 每個方 每個音啊 或者我們講它的邏輯啊 有的時候看要看好 左看右看 比對比 比來比去啊 才可以知道大概 大概 大概啊 我們在講的 不同點在哪 當然也有一些 買了一本啊 就這一本就是對 好 好 那 這個就是老師的有心中給你的一個 我學英文的一個過程啊 當然 有人喜歡聽我這個調調 有人不喜歡啊 有人就說 我有聽過某個大師講過某句話 當然啦 我認識的大師也不少啦 我認識的大師還都不敢跟我講這些話 哈哈 那如果你認識的大師可以講那句話嗎 那就請那個大師跟我聯絡啊 你會意想不到的結果啊 意想不到的結果 因為我認識的大師也不少啊 大家 大家 在研究啊 所以我老是不敢說老師最強啊 還是有人比我強啊 因為我也會去讀別人的書 我能做到的 就是跟你分享一些經驗 分享一些經驗 還有別人講的有什麼不同 因為 我不是那種只讀一本就 就就就想吃全部啊 這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來先講一個 重點啊 今天 今天我知道有點困難啊 就是講的 耳音啊 耳音變化 我們今天講的最主要的 就是在教你 就是在教你 這個什麼叫做 A-I-L-U加上R 它有兩種變化 它有兩種變化 如果我在講的是R-Ctrl-Syllable 每次雙元音 我如果在講的是雙元音的話 記得我講的是雙元音的話 那你的公式 你的規則 就念 R-A-E-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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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講的是常元音 我講的是常元音 A-E-I-O-U 將成R變成常元音 或者我們講它也是耳音 A-E-I-O-U除了A不算 我們就念 R-A-E-O-U 如果我講結尾音 直尾音 落音型事實 5個都念什麼 R-A-E-O-U R-A-E-O-U 如果你学的是自然拼读 AEIOU 如果我们讲Rodal 我们讲Color 你会变什么音 五个都可以变什么 但是讲到国际音标 国际音标那一派 他不承认的是AR可以变什么 在长远音 若音还是可以变什么 所以学习概念 学习概念 重点 你到底你在跟我讲的是IPA 国际音标 还是你到底在跟我讲的是自然拼读 如果自然拼读AEOU 都可以变成什么 炎 如果我在讲国际音标哪一个不行 AR AR不行 AR不能变成长二 但AR能不能变成亲耳 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论点 这是一个论点 看你学的是 哪个 系统 哪个系统 那 你会觉得 某一个音可以或不行 可以或不行 但你不能 把我的教你的书的某一段 截出来 这样子 你就 搞不太懂 搞不太懂说 是不是David老师 教了哪个地方教错了 其实不是我教错 是派系不同 所以你要注意我讲的话 什么音是什么教学中 所产生的 什么音 是什么教学中 还有论点 真子点 那这个看你学的是什么 看你学什么 记得 我们讲长元音 这个概念是自然拼读 所以长元音 双元音 长 长 短 双 自然拼读有 长 短 双 国际音标有什么 单 双 三 自然拼读中 有三种教学 短 短 缘音 长 缘音 双 缘音 国际音标中 也有三种教学 单缘音 双缘音 三缘音 那你如果把两个都混合在一起 两个派系混合在一起 那你就会学到一种很特别的 就是短缘音 通常就是单缘音 双缘音 就是双缘音 长缘音 也可以是双缘音 听懂我这概念吗 那三缘音就一定是三缘音 但是三缘音 美是美 因是双缘 所以我们现在综合学习的话 综合版本 我们现在来讲综合版本 综合版本 短缘音就是单缘音 双缘音还是双缘音 长缘音可以是双缘音 因为大部分的长缘音都是两个符号组成的 所以它也是双缘音 不过你要看你用的是哪一本书 如果我觉得Oxford写的书就不错 Oxford写的书就不错 它就为了要让所有的长缘音 看起来都是双缘音 所以它特别把某些 只有一个符号 把它写成两个符号 一个符号把它写成两个符号 这就是他们的论点 他们的论点 那当然 字典有没有在进化 有 字典有进化 你去买一本新的字典长缘音 新版的字典长缘音 它就这样直接写了 一上面画个横线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符号 有办法看出来它是两个符号 应用符号 其实我都看不懂 我都觉得 他们越改越乱 越改越为了赚钱 因为赚钱越写得越复杂 买一本改一改 然后大家逼不得以又再买一本 有时候我都觉得 学界 论点越来越奇怪 但是去了解别人写的这个规则 才是你该学的 那今天老子到这边呢 我先今天讲一个双缘音的一个概念 双缘音的概念 R这个基因这个approximal 所带出来的五个主要的美式双缘音 以及美式长缘音 也就我们讲的长而音 长而音 或者我们讲的弱音 就是弱而音 弱而音 美式存在 那如果说还是有点不太懂的 麻烦把你带前面看一下 那今天老师主要 主要因为这个交不难 是要你的概念要主 所以我今天特别讲一下 这个耳音的历史 耳音的历史 那希望你们吸收到了之后 更了解耳音 长而音 以及五大双耳音 五大双耳音 是怎么来的 当然了解之后 我相信大家比较不会对我老师教学 好像老师变出一个很奇怪的 想起出来 其实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那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隔壁的邻居 不是邻居 街道在做轻语 那也希望同学们 学到 发音的技巧 发音的历史 老师不是只是跟你随便讲一讲 叫你硬背 很痛苦 那明天呢 我们会再另外三个静音 另外两个静音 我们讲RW1 明天另外两个静音 我带入公司进来 让你们知道 发音真正的逻辑技巧 还是谢谢大家来收看我的直播 谢谢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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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